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传统的电话 传统电话分成话筒跟听筒两个部分 其中话筒的部分有淡粉盒的构造 听筒的部分里面有电子铁的构造 我们先看话筒的部分 看旁边这个图 这是传统电话的话筒 话筒里面有一个碳粉盒 碳粉盒的前面有个金属薄膜 当我们拿起电话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这时声波传入 传入的声波会对金属薄膜产生振动 而当金属薄膜振动的时候 会去压迫后面的碳粉盒 如果当我们讲话声音大一点的时候 这时候声波压迫金属薄片 声音大的时候 金属薄片和碳粉盒压迫了就比较紧密 当碳粉盒被压迫了紧密时 这时会造成碳粉盒的导电性比较好 当导电性好了 电阻小了 于是碳粉盒所产生电流就会比较大 如果声音比较小声的时候 碳粉盒被压缩了就比较稀疏 因此造成碳粉盒导电性较差 而导电性差了 相对的电阻就大 这时碳粉盒所产生的电流就会比较小 所以我们借着大小声来压迫碳粉盒 产生不同大小的电流 而说产生的电流 在透过电缆线的传送 传到电话的另外一端的听筒去 所以话筒的部分最主要的关键是 借着声波的强弱 来影响碳粉盒的紧密程度 借着碳粉盒紧密程度 来影响产生电流的大小 而借着电流讯号传到对方的电话去 这时对方听筒就可以接收到 从我们这端传出去的讯号 这是话筒的部分 而听筒的部分 因为听筒部分有个电磁铁的装置 当对方的讯号透过电缆线 传到听筒的时候 这时借着电流的大小来控制电磁铁 输入电磁铁的电流大 产生的磁性就比较强 则在电磁铁的前方有个金属薄膜 因此输入电流的讯号 借着电磁铁去吸引金属薄片 让金属薄片产生铜频率的振动 然后再借着金属薄片的振动 于是形成声波 我们就可以听到声音 因此我们比较话筒跟听筒的部分 话筒的部分因为有碳粉盒的构造 碳粉盒的紧密程度会影响到产生电流的大小 这个是跟欧姆定律有关系 而听筒的部分是借着传输过来的电流 使电磁铁产生磁性 而这个则是跟安培定律有关系 所以话筒的部分是借着碳粉盒的紧密程度 能影响到传输电流的大小 而听筒的部分则是借着电磁铁的电流磁效应 使金属薄片发出声音出来 这是话筒跟听筒两者的工作原理 接下来我们介绍喇叭 或者一般也称为扬声器 我们先了解喇叭的主要构造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喇叭的构造它包含一个永久磁铁 中间有一个中空的圆筒 外面缠绕着线圈 而在前端的地方有一个锥形棚 所以喇叭的构造包含这四个部分 它主要工作原理是借着有声源输入电流讯号 它主要是借着输入电源讯号 当电流流进去时 这时候在中央圆桶上面的线圈 因为有电流流进去 所以会产生电流磁效应 所以这个线圈或者这个螺线管 它的前后端就形成了磁极 而这个磁极会和后面的永久磁铁 会产生相吸相次的磁力 如果输入了电流讯号大 则线圈所产生的电流磁效应较强 所产生的磁力也会较强 因此线圈与永久磁铁之间的磁力 磁力就会比较明显 而当磁力大的时候 永久磁铁会很快的吸引线圈 或者跟线圈产生排斥 因此喇叭的原理是借着 线圈跟永久磁铁中间 相吸相次的磁力 让前方的锥形棚产生震动 于是就可以发出声音出来 所以喇叭的工作原理 先由声源输入电流 这时候电流流进去 让线圈产生电流磁效应 于是这个线圈就形成了磁极 当线圈产生了磁极 和后面永久磁铁 也就产生相吸相次的磁力 既然这个磁力 让锥形棚产生震动 于是就可以发出声音 这是喇叭的工作原理 这是喇叭的工作原理